这家人盛情款待了百龙一行人 男人们都吃得很高兴 尤其是戴眼镜的小歪 完全沉醉其中 但两个妹妹却看见鸡腿蛋糕都变成了生肉的模样 顿时惊恐万分 感觉这地方不对劲 两个人马上就要走 然而哥哥百龙已经对这家的女儿小倩一见钟情 妹妹们喊了好久她才回过神 等到百龙他们离开 这家人才露出真面目 原来其他三人是吸血鬼 只有小倩是个普通女鬼 他们掌握了小倩的骨灰 控制小倩做他们的仆人 这些吸血鬼已然是把百龙一家当成了储备粮 只要他们每个人都吸够49个人的血 就能恢复元气大杀四方 回家后妹妹们就向百龙倾诉了在隔壁看见的怪事 可是百龙恋爱脑上头 不当一回事 二妹不愤地回到房间 却注意到对面有个绿眼的怪物 她偷偷地扛着球棒出门 想再观察观察 果然看到那家人在杀人 一个人头还恰巧落在了二妹躲着的铁筒附近 鬼大哥出来捡人头 两人当场撞上